马进在被动的情况下蹲低身体 用上手来平抽回球 而且是和对方的男选手在对抗 利用抽压和软挡的结合 形成了主动 而且体现了马进的个人能力 那么在看起来是经过世锦赛 拿到冠军之后呢 马进的个人的这个信心 现在和之前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场上 再往前更敢于去处理球 去抢那个机会 而且何汉斌和于阳尽管是第一次搭搭档 但是他们两个人在打起来之后呢 都非常明确这个战术 特别是马进 因为马进的特长是强网 可以看到他个子不高 所以在后场的时候呢 并不是他的优势所在 但是他的强网 连续封网 这个能力和这个意识都比较突出 所以打起来之后 他的各方面在场上呢 就贯彻这一点非常坚决 是 又是在往前连续利用放网 迫使韩国队调起来 因为韩国队金明珍的强网不够积极 所以很多球被中国队调到他往前空档的时候 都要由柳岩星来补 补这个空档 但是柳岩星来补空档的时候 他只能是在低点来回球 所以只能调 韩国队要想扭转这个局面 只能是靠你选手加强抢往 争取去往前抢到高点之后 让自己对方的球回过来 再往前就抢住这个击球点 回过去的时候让他球往下走 这样才可能扭转这个局势 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这机会是不太多 到了第二局的开局 这次混双比赛参加的世界名将不是很多 只是在上门区有印尼的名将诺瓦和纳西尔 诺瓦是一位老将 也是两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一队组合 另外还有丹麦的尼尔森和彼得森 在下半区呢 目前来看没有特别强的选手 另外上半区还有泰国的名将苏凯特和萨拉利 而在下半区其他球队参赛的名将不多 所以何寒冰和马进在下半区可能不会碰到什么太有力的挑战 偿尔森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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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森的特別强的角色 通常是在下半区之下的天下的写尔森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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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森的一个辇差产立的项能量 官民在中扣的时候 球拍的线打断 换一把球拍 现在由于器材的制作水平 制作工艺的进步 所以高水平的选手 每次比赛的时候 他的比赛当中 他球拍拉的线的棒数非常重